賴清德跟侯友宜 誰比較會好好做改情 真的假的 我不要玩了 不可以那個翻臉喔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 今天的真心話呢 肯定是特別真 因為呢 今天在我身邊的這一位 柯文哲先生 他已經不再是台北市長了 他講什麼都沒關係 他不用再怕東怕西 他已經放飛自我了 不用再唱秋鳥 我是冰冰只有一個鳥 我這樣會懂了 我這麼多年來整代都不能 想講 我想講的話 我這樣可以講 在這個真心話開始之前 你有沒有什麼話很想要跟誰說 沒有啊 真的嗎 真的喔 阿蔣萬安把你們那個 崇洋敬老金的公式取消了 當時候留下行政命令 他取消他還要 還要重寫行政命令 他要去市政會議行動 財政紀律還是要廣 他只有三條路 不然就是舉債 不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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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劇剩餘要扣掉 本來要睡劇剩餘 再拿出來 沒有幾條路 所以你最想跟他說什麼 加油 有書會說你的成會沒有效率 取消也沒關係 反正那個講完 開了一個禮拜 他說不開了 你覺得呢 你們開了一個禮拜成會 那會議紀錄 結果竟然沒有會議紀錄 我說哇 這比美那個三加十一耶 這樣的會議紀錄 叫什麼會議紀錄 那你想跟他說什麼 加油 第二個加油即到了 那你聽我們什麼話 你最近很少看到 那苗柏亞跟解祖海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說 因為自從沒有看到他們 又心曠生意 好好好 我們讓你唱所欲言 也不是代表讓你得罪人 好不好我們今天 這個過新年大家還是說好話 那我馬上進入今天的小遊戲 今天遊戲非常的有趣 來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台機器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關 血流程和測謊 我跟你講這個很簡單 你只要把手放上來 然後呢我等一下會問你問題 假設你說謊的話 它就會變極 很恐怖喔 這前面怎麼 哇 哪有可能 看起來好像小烏龜 然後那麼聰明 那你知道測謊的原理是什麼嗎 你講謊話的時候 那個生理會波動 學家變動 或是那個交感神經事件 因為我們交感神經 不會看起來是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一活化的時候 這個就會有汗會增加 你有什麼心臟病史嗎 這一點電你應該可以承受得了齁 我這還是要安全起見 沒有啦 大家放心 我們這個節目非常的安全 因為我們現場有專業的醫師 就在現場 這不行啦 因為倒下去我可以救你 我倒下去沒有先救我 你有沒有上完廁所沒有洗手過 很少啦 除了那個地方沒有水 那沒辦法 你回到家 襪子會亂丟還是乖乖放好 我沒有資料畫面 沒有啦我們有一個桶子啦 我一定畫到裡面 再當一次兵的話 你會想要當 兩年還是四個月 看那個當兵好不好玩啊 當兵有好玩的嗎 有啊 參加四對抗還蠻好玩的 我難決定 你是不是希望蔡英文 把網軍借給你 借給我 租給我就可以了 你租得起嗎 租得起嗎 租不起 因為太龐大了 好你覺得你選總統會當選嗎 會啊 真的喔 會啊 真的喔 好啦好啦 我們一定要有信心啊 神威蓋世 我們全部的人都相信 我們現場三百個人都會這樣 你覺得你長得帥還是不帥 還好啦還可以啦 還好啊你為什麼常常在那個 我們以前在市府的時候 你都會自己對 電梯裡面的鏡子傻笑 尤其是剪完頭髮的時候 露出非常有自信的微笑 我只是在發呆而已耶 放空啊 因為你只在乎你自己 你當台北市長 有沒有說謊 很少啦 我要說謊什麼 我只有說 有或沒有 那你要看 善意的謊言也是一種謊言 很少啦 哎呦 是不是壞掉了 哈哈 你會選王世堅或簡書培 來當你的能事 其實沒有差啦 我對我來講都一樣 那你選一個好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都一樣啦 那大家都有模擬兩可喔 沒有啦 我就已經到我那種 隨心所欲的見戒 都滿不所謂耶 You're safe 你看你看 我講關鍵我都講實話 你覺得蔡英文 會把網軍借給賴清德嗎 那如果價錢出得不好 是有可能的 你覺得他會無私到借給他 不會無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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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哇這個會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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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講 為什麼都講實話 你伯伯要跟你解釋啦 太好笑了 這跟題目無關 不可以那個翻臉喔 你覺得賴清德跟侯友宜 誰比較會好好做事情 都差不多啦 等一下 都差不多 跟你比呢 我比較認真了 你一定要忍住 這怎麼會變成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每一個都會變成 不管我講什麼話都會變成 真的假的 我不要玩了 社長你還好嗎 我還好嗎 還好 接下來就要到第二關了 因為市長呢他有臉盲症 這個網紅要來讓柯P猜猜看 這個人是誰 好這個人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市長 你認不出來的話 我會覺得有一點尷尬 他跟你拍過片 他也討論過台北市的雙女教育 什麼叫米蘇達 你忘記囉 米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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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蘇達叫米蘇達 那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道 這個網紅你不曉得人家名字齁 他叫做Sandra Sandra 對他是驚奇脫口秀主持 你那時候在跟人家拍片的時候一直看他 剛起來了嗎 這個我們前一陣子在這個選舉的時候還蠻常看到他 他有去珊珊的場子助獎 他非常的支持王珊珊 而且呢他號稱是全台灣唯一劇情特效短片YouTuber 他有435萬人訂閱 名字我也記不起來 我給你提示 他什麼 他姓葉 他鬼叫葉克摩嘛 對 姓葉我只認識葉克摩 葉氏 葉氏人 葉氏 我不曉得啦 大家什麼 我希望沒有再進 我真的受不了 你要先進去 我先進去 葉氏特 特工 好恭喜你 葉氏特工 好下一題 這位非常的重要 她是一位女性的YouTuber 她專門在拍一些很生活的題材 比方說開箱啊 然後呢這個飯店出宿啊髮型改造啊等等的 然後她最近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成績 就是她開始上網教大家 怎麼做 就是YouTuber 號稱說 11天狂賺6000萬的學費 真的假的 這次有這麼多人要去上大學 哇 那你排下來給我拍一遍吧 那我跟妳講她有什麼名字好不好 艾麗莎莎 這位也是一個非常紅的一個網紅 而且她其實是藝人啊 身材非常非常火辣 她叫搶搶 我們那個時代是那個蕭搶的 蕭死 上網這兩種類型的女生 你會比較喜歡 真的 為什麼 陳醫師在看喔 陳醫師在看喔 至少比較像我們家的人 喔好 陳醫師在看喔 免忙考驗第二關 這一位 你認得嗎 這道許諸華 許諸華 那這個咧 不怪你 很多人都會想不得 看起來很像陳醫俊啊 陳醫俊啊 但是怎麼會修這麼多 再來再來再來這個 你好真優 這個減速培的 減速培看 像嗎像嗎 wcze 真的 怎麼樣 談戀愛以後有沒有覺得 都變量力然後 쳤 談戀愛的效果 這個最近超夯 她是一位呢 這個 嘉義的 意援 齁 話題十足 她的一著是 突破議會尺度 你就對她有印象嗎 而且她的名字有16個字喔 16個字她去改名字 那以後怎麼改回去 他的證件就是支持性專居 所以他答出了一條他別的路 幫我們唸一下他的名字好不好 顏色不分藍綠 支持性專居 顏色 顏色結 他現在非常非常有名 你有沒有考慮來邀請他加入民眾黨 來幫我們再加一 開疆屁圖 最後的三個題目好不好 加油 第一題 請問以下哪一個政治人物 他的學位沒有被撤銷 江聰淵 林志堅 鄭文燦 蔡適應 林根仁 跟蔡英文 蔡英文啊 這個人數會一直不斷的變化 沒錯啦 其他都被抓到了 結果他比較厲害也還沒抓到 第二題這個跟你很相關 下面這六個東西 請問哪一個不是王世堅送的禮物 子彈 木馬 T-shirt 腳踏車 龍袍 跟魔戒 他沒送過子彈 他沒送過子彈 那你知道子彈是送誰的嗎 送給 送給那個 好龍丁 那什麼意思 因為那時候有槍擊案 通常那個是黑道 黑道要恐惹人家來 宋慶祭對不對 大家心裡不覺得毛毛的嗎 他說要好好查一查那個 連勝文的槍擊案 好那最後一題 其實跟市長也蠻有相關的 就是 請問您 知不知道 以上這六個圖 六個髮型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空氣瀏海 你不是那天有那個 用空氣瀏海去上班嗎 你第一天去上班的時候 你就是空氣瀏海 我只是沒有梳頭 你知道嗎 應該是這個 這個 這個也太整齊了 這個 好啦答案其實是他 答案是這個 你剛剛猜對了嗎 我們剛剛為什麼最後會幫你設計 一題這一題 因為我們發現你每次 變換造型的時候 都會有 非常非常多的網友敲碗 然後他們很喜歡看你各種就是 奇奇怪怪的樣子 老實講我都沒有選什麼髮型 每次不是給固定的 台北市政府地下室 B2的那個理髮型 大姐幫你剪的 對啊 每次大姐都不一樣 我都頭髮型都不一樣 柯文哲成英在這邊呢 有剪過頭髮 那你會柯歸講什麼 那你們要幫那個 珮琪選一個髮型 他適合打個髮型 對還是這一種的吧 他也不會作怪 好啦 經過這麼漫長的折磨 我覺得呢 柯P快要坐不住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拜個年 好不好 祝大家都開開心心的 那市長先來 這個祝大家 兔年快樂 陳如四年 兔杯冷靜 兔杯冷靜 今晚我想來點聲新話 Good luck to you Bye Bye 我們節目在旁邊 奇怪的節目